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这个新闻你应该不会不知道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的话 我先很快的带你走一下下 好莱坞男星威尔什米斯 28日因为克里斯洛克克里斯洛克 在好莱坞颁奖典礼上 拿他老婆的光头造型开玩笑 至于他老婆为什么光头 因为鬼剃头 鬼剃头英文怎么说 我们今天会学到 他就冲上台 气得冲上台呼了他一巴掌 打一巴掌英文要怎么说 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 结果后来他拿下了奥斯卡影帝 当然这边还有一些屁声音 什么业内有声音要来叫回小惊人什么鬼 事实上这真的不是这四件重点 重点真的就只是他一巴掌 以及他们两个彼此怎么去handle这件事情 这是大家基本上在讨论的事情 我们台湾的新闻真的放出了重点 什么隐医学院什么严格行为守着 我还看到有报道说什么 警方介入调查 没有 Chris Rock完全没有想要来去file a police report 他完全没有到想要到警方那边去备案 所以file file police report 他完全没有想做这件事情 以我对西方世界的了解 他知道他看人家老婆玩笑也不见得很对 虽然我们常在说comedy这件事情 尤其是stand up comedy 他当然今天不是在做一个stand up的场子 不过他以颁奖人身份 而且他本身又是一个stand up comedian 开这个玩笑真的是大家意料中事 那我们对这样的东西的理解都是 大家对他的tolerance是非常高的 事实上Will Smith也对他们这种人 有非常高度的景仰 所以他曾经也尝试过 上台表演过这个stand up comedy的几分钟 那结果当然是很惨 因为这件事情真的不是人能做得来的 所以其实美国的演艺圈或者整个社会 绝大部分的人对stand up comedy是很推崇 并且很包容的 所以其实我们来看一下他整个完整的 这个一刀未剪的部分 你看他们现在在笑 可是他这时候还没开老婆玩笑 我们现在来看下去 所以他前面开了玩笑 Will Smith也笑了 然后接下来Chris Rock马上就开他老婆光头的玩笑 Jada I love you Jada是他老婆的名字 所以Jada我爱你哦 可是G.I. Jane 2 can't wait to see it G.I. Jane 2 can't wait to see it 所以你要知道在说什么 美国大兵叫做G.I. Joe 可是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女明星叫做Demi Moore 她是Bruce Willis的前妻 这几个人你不认识就算了 不过这个Demi Moore曾经演过一部片 叫做G.I. Jane 就是把Joe换成了Jane 也就是美国女大兵 G.I. Joe变成G.I. Jane 那女大兵呢 那个时候Demi Moore就用了一个几乎光头的 很短的头发的造型来演出不片 那现在Jada Smith是光头的 那他就开了玩笑 哦 等不住要看你所演出的G.I. Jane 2了哦 这样子 所以G.I. Jane 2 can't wait to see it 大家笑 你看注意 注意这边看 威尔史密斯也笑了 就开个老婆光头玩笑嘛 可是你有看到 马上镜头会看到 你注意这边 他有点翻白眼 所以翻白眼等一下我们就来看怎么说 你看他现在就有点 啊 OK 翻了一下白眼 然后这时候威尔史密斯还没感到 没有感觉到什么 可是我相信他镜头一转开之后 可能威尔史密斯就有注意到 老婆太做的表情不对了 然后他马上就走上台 就闪了他一巴掌 好 你看镜头回来了 你看还记得吗 刚刚威尔史密斯还在笑 - 哈哈哈哈哈哈 - 哈哈哈哈 这个笑话还在笑 - 这个笑话还在笑 - 这个笑话还在笑 - 可是在这段时间中 威尔史密斯已经察觉到 太做的不爽 然后开始走上台 - 出了啦 - 哦哦 哦哦 就是他起来了 - 从他起身了 起身了 开始往这裡走 -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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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哇二话不说可以再发掌 - 尬 -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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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的时候是這樣讲的一句话 smack the shit out of me -不是ism不是smack - 没有这个字 out of me - 所以 - 把我痛打了一顿了 - smack the shit out of me - 所以smack这个字 可以当成是打人的意思 so you smack somebody in the head smack somebody I don't know somewhere else maybe so you smack somebody 那我们如果要讲真的是打巴掌的话 还有一个词叫做slap 那打巴掌 它的介系词是in不是on slap in the face 不过我必须要说 这个slap in the face 它比较是一种比喻性的说法 OK 比喻性的说法 不见得真的是闪人一巴掌 slap in the face 比较像是我们中文讲的打脸 OK 打脸 所以谁谁谁打脸谁 真的有打一巴掌吗 没有嘛 可是它的介系词是slap in the face 你会觉得比较像是on才对啊 可是不对 这个打脸是slap in the face OK 可是你如果今天真的要描述 刚刚Will Smith打了他一巴掌 你讲他slap him on the face 我觉得是OK的 OK LEAVE MY WIFE'S NAME OUT YOUR FUCKING MOUTH LEAVE MY WIFE'S NAME OUT YOUR FUCKING MOUTH 所以 LEAVE SOMETHING OUT OF SOMETHING 就是让那个东西不要留在什么东西的里面 So LEAVE MY WIFE'S NAME OUT OF YOUR JOKE OUT OF YOUR MOUTH 所以不要 你的嘴里不要装我老婆的名字 让我老婆的名字别留在你嘴里 很严肃有没有 Dude guess 后妻 后妻 老婆不开心了 голос 我们还别忘了他刚刚还在笑 我们刚刚都还有看到对不对 镜头转掉以前他还在笑 可是一发现泰作表情不对不开心的 他的第一选择是护妻 那Chris Rock的玩笑 老婆认为开过头 I'm going to OK好我会的 我不会再开老婆玩笑了 然后就结束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有看到报道说 这个时候的观众就知道说靠北这不是套招的 因为也有报道说以为是套招的 然后大家知道这是真的了 所以观众开始变成沉默了 所以沉默这个字 我们有中文有个说法就是蟋蟀声 所以的确我们就会用这一个 Cricket这个字 OK来说现在的沉默 你注意听哦 沉默 我天哪 真的是蟋蟀声 Crickets OK Crickets 大家笑了 所以他自嘲了一下 刚刚这样啊 真是电视史上最伟大最了不起的一刻了 That was the greatest night in the history of television 所以我很敬佩他 我很敬佩他能够把这件事情轻轻的放下 或许他也知道开玩笑有的时候都会有repercussion 我们知道玩笑有的时候就是会backfire 会repercussion 好比说你看我们前一阵子老K开那些 开那个谁啊 龙龙的玩笑 然后这样子烧回来 那我比较想要问大家的是 你猜西方社会站在哪边 根据我刚刚看的 就是事件后在这几小时的 马上开始延烧了这个状态 西方社会绝大部分站在 Chris Rock这边 因为大家觉得他大气 而大家谴责的是动手的人 OK动手的人 没有人会去谴责说你玩笑开胎过头 这个东西在我 而且是个玩笑说真的没有开胎过头 我个人觉得 因为比起什么强奸的玩笑 干尸体的玩笑 吃大便的玩笑 这个玩笑算OK了 真的即便他老婆 那个鬼剃头的原因是 就是那个自体免疫系统出问题 就是生病的关系而剃光头 而并不是说 就是这是我的造型 剃光头 不是的 他是因为生病 鬼剃头 自体免疫系统发生问题 才剃光头 即便是因为这样 可是我们还是会觉得是玩笑 也还好 我就只是拿你的光头 开个玩笑 说你会演一个 美国女大兵的电影而已 那真的又怎样 好了 不过again 我们不是当事人 我们不能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 说这个玩笑是OK的 可是可是无论如何 他还是承受了这个 并没有很严重的玩笑的后果 就是人家把他放大 揍了他一拳 打了他一巴掌 他还是轻轻把他放过了 然后他就继续开始 他就开始颁奖了 所以我们后面就不用看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文字上 怎么说这件事情 讲了半天 So Will Smith hits Chris Rock on Oscar Stage 非常清楚的一个报道 而且他时间是Just Now 刚才发生完 所以影片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 他这边还有一个 分成四个的这个 好精彩 你看 还在笑 走上来还不知道 你真的要干嘛 呼啪打下去 然后Chris Rock整个呆掉 然后看着他说 What You did this to me bro OK 很惨 OK 好来我们看一下文字的报道 So Will Smith slapped Chris Rock in the face 你看是in the face 不是on the face on stage at the Oscars after the comic made a joke about the actor's wife Jada Pinkett Smith 他老婆的名字叫Jada 所以Jada Can't wait for G.I. Jane 2 刚这个结束过 不用再说一次了 所以他是一个 in an apparent reference 是一个 大家看得出来的一个 这个一个reference 就是他 他在讲的那个 reference 中文怎么说 突然间脑袋卡住 他在说的这一个东西的 我们说的他的源头 就是那个G.I. Jane的movie 第一步这样子 所以 应该说他的reference 是回到他的那个 剃光头的这个hairdo 所以发型这个字 我们一般叫做hairdo 即便他是光头 我们还是叫的hairdo 因为他基本上已经no hair 可是hairdo还是我们叫的发型 所以即便没头发 没头发也是一种发型 用不到发这个字 可是还是一种发型 所以他的光头 which is the result of her of the hair loss condition alopecia alopecia 就是我们所说的鬼剃头 OK 这边我有打出来了 圆形突鬼剃头 alopecia 所以他是一个 吊法的一个状况 hair loss condition alopecia 然后Smith walked on stage and struck rock before returning to his seat 所以他走上去 然后再回到他座位前打了他 所以这里用struck 也OK啦 也是打 而且他还大叫了 刚刚你有听到 keep用 我刚刚讲leave 当keep一样的概念 so leave my wife's name keep my wife's name out of your fucking mouth 所以这里有一个字叫做expletive 也就是他把那个f的字省掉了 我们有时候叫他drop the f bomb 就丢下那个f炸弹 什么炸弹 fuck这个炸弹 所以drop the f bomb 然后他后来 在上面有道歉 后来他得奖了 他得奖的时候他道歉 不过他道歉的时候 没有指名道歉的时候 他要跟Chris Rock道歉 所以I want to apologize to the academy 什么是the academy 就是the academy of motion pictures 就是所谓的美国影音协会 所以他要对这个影音协会道歉 I want to apologize to my to all 这大概多一个字 to all my fellow nominees 所以他所有的其他的提名人 提名的人选 所以他是一个tearful的acceptance speech 我们大概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前才讲过 获奖感言叫做acceptance speech 希望你还记得你看又看了一次 他哭了这样子 好所以我们也不说他扮演什么东西 那他接下来我们把他走的话 也稍微再看一下 art imitates life 艺术会模仿生命 所以艺术跟生命有时候分不开 so I look like the crazy father just like they said about Richard Williams but love will make you do crazy things 这是他在道歉的一部分 爱会让你做疯狂的事情 刚刚说的夫妻心切 对不对 所以他说就像是这个Richard Williams 也就是说他在 好像不讲一下他的电影不对 他演的电影是那个威廉 威廉斯姐妹的爸爸 就是网球的那个威廉斯 Serena跟Venus Williams 什么叫Venus anyway 所以那个两个 那个很壮人的两位女网球选手的父亲 那从小训练的严格训练他们 那所以就像说他扮演这个角色一样 爱会让你做疯狂的事 所以这也就算是他的道歉了 其实OK 好然后当然这个 这个The Academy 他的确有说一下下 他们推了一个文叫做 他们没有condone violence of any form 所以他们不能够condone 所以condone这个字 正好我又看到Andy 大概在昨天 还是今天早上 他又稍微整理一下 condone这个字 就是我们谴责这件事情 而condone大概就 你可以粗略理解为condone的相反 condone的意思就是谴责 谴责的相反 所以我们不会condone 任何形式的暴力 所以程度上算是选了个边站 所以的确大家比较谴责的 其实是Will Smith 而不是Chris Rock 好所以我们又看到一次reference 他的确reference 就是97年的Film G.I. Jane 那我刚说的Demi Moore对不对 他扮演那个角色 他有一个很severe的一个Buzz Cut 所以Buzz Cut 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平头 所以多学一个字Buzz Cut 平头 OK 那我刚刚讲说他是自体免疫系统的问题 所以有一个字叫做Auto Immune System 就是这个字 自体免疫 所以免疫系统出了问题 让你自己有了圆形吐鬼提头 所以我们也说他刚刚有翻白眼就开这种玩笑 所以Pinkett Smith rolled her eyes at the comment Yeah Rolled her eyes 所以roll somebody's eyes 就是这个白眼翻了一下 然后我真的就觉得Will Smith一看到老婆翻白眼 不行我要上去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我其实在这几年中 我们都有看到Will Smith跟他老婆相处方式 好像已经变成了 就外国人口中所谓的开放式关系 所以我也写一下 那个就叫做Open Relationship 就好像说他老婆其实上 事实上是可以 可以 我讲的 我也讲的含蓄点 是可以跟别人一起玩的 那甚至说不定谈个小恋爱 也说不定不是不可以 就是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 我认为人类发展下去 这个是会越来越普及的事情 因为我自己朋友里面也是有 说实在 那所以这个东西 当然如果你是比较味道人士 你看到我谈这些 你可能会觉得 Paul你讲这什么鬼啊 可是我只能跟你说 这是一个社会上越来越 普遍的事情 这样 好 那也就这样 所以这个comedian看起来stunned The comedian looked stunned 看起来整个精呆了 In the immediate aftermath of the incident 所以这个aftermath 就是事后 OK 所以事情过后 他这个名词 我们有时候会把它写成是 In the aftermath of那件事 所以在这件事情的 马上的事后 他看起来吓呆了一下下 所以再说一次 He looked stunned In the immediate aftermath of the incident But told the audience That was the greatest night in the history of television 所以哇 这刚刚是 我们刚刚讲的 电视史上最伟大的一刻了 最棒的一个晚上 这样子 OK 所以很酷 然后接下来他也说了 所以这个LA的这个警察局 Police Department 或者这个警察局翻得过去了 所以Chris Rock Had declined to file a police report 所以他是没有要在警察局里面备案的 所以表示 对他来说这算了 这个就结束了 后来我从这个报导中还知道 像我们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饒舌歌手 叫做Puff Daddy 吹牛老爹 吹牛老爹接下来上台 上台的时候 这边有写 Presenting the next section 所以下一个上台颁奖的人 Sean Diddy 他叫做P Diddy Puff Daddy 他就说了 Will and Chris 他对这两个人喊话 We're going to solve that like family 我们要解决你们刚刚的纷争 我们像个家人一样 其实黑人在这些事实上还蛮团结的 在很久以前饶舌歌手 东岸西岸的那个纷争之后 我认为黑人其实现在都真的 Come together 因为他们知道 共同的敌人是白人 是主流社会 我甚至会觉得黑人 已经渐渐成为主流社会了 Anyway 他们说 We're going to solve that like family Right now We're moving on with love 现在呢 我们要move on 就是不看 不再看这件事情 我们要爱来 不再看这件事 那另外有个家伙 你看这边有说 这个Smith 后来他跟 这个很有名的演员 叫做Denzel Washington 单左华盛顿 这个Denzel是他的名字 我们以前也常把它 把它发成是Denzel Denzel Washington 或者Denzel Washington 都听过 以及另外一个叫 Tyler Perry 他们有跟他讲一些话 那讲一些话的时候 这个Will Smith 在获奖的时候 他也有提一下下 他有提一下下 他说什么呢 他说的是Denzel Washington 跟他讲的 他说的就是 我们在 我们在 人类最高峰的时候 要小心 那个时候就是 恶魔会出现的时候 OK 我看看这里 有没有那句话 我这里并没有引用那句话 真是遗憾 好 那就算了 没关系 好 好 这有机会 或许我们可以再说 或许我可以留在 咖门下面 但总之 我们这里再看 最后一点点就好了 这边说的 其实有人说 这是好莱坞时尚 或者说奥斯卡时尚 最丑陋的一刻 The ugliest Oscar moment ever Yeah sure OK 然后甚至有讲到 的确有讲到什么 Disciplinary action 所以有这么一个人 他好像是最后武士的 一个制片人 他就 Calling on the Academy Let me to take disciplinary action 好 所以要有一些这种 才法 所以discipline 我们有时候把它翻译成是 纪律 OK discipline 那把它变成形容词 disciplinary action 这两个字唱走在一起 算是一个collocation 所以我们该做一些制裁 OK 那有没有要他 把讲交回来什么这些的 我现在这里是没看到 但无所谓 All right 好 所以讲了半天 大概学到了一些字 很想看Denzo Washington的部分 不过没有就算了 当然这个drop the f-bomb 我们刚刚有说过 不太应该drop the f-bomb 骂脏话 我觉得这没什么 当然这每个人的尺度 真的不太一样 我们最后把刚刚的一些词看一下 好 所以hairedo是发型 他老婆因为有圆心图 alopecia 如果还记得的话 然后发型hairedo 再强调一次 hairedo hairstyle 他没有要去检察局备案 file a police report smack somebody smack the shit out of me 把人家痛打一顿 smack the shit out of somebody 很常见的一个说法 OK 没用beat也可以 you beat the shit out of somebody sure same thing 然后我们强调 比喻性的一种说法 打脸 slap in the face slap in the face 不是on 好 不是on 其他地方会是on 有可能不是说一定是 in其实是很多地方用 像如果说我跟你在战场上 我拿枪打到你的脚 然后打到你的腿 打到你的手臂 I shoot you in the arm I shoot you in the leg 所以都还是in 其实 但如果打你的头 例如说给你个chabara 好像现在没有人 讲chabara这个说法 就总之从你的头上 就这样很清脆的bott一下 我们以前国中留平头 所以在头上打就会很响亮 所以我们叫这个chabara 所以在chabara的时候就是 you hit somebody on the head 我觉得还是in the head 其实 hit somebody in the head 好啦 想了半天 on都还是不是很精准的一个字 说实在的 好不管了 回来这边 所以cricut刚刚说的是 那个我们说的蟋蟀 OK 所以突然间完全静默 整个观众吓呆了cricut 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会以为 这是 这个是太好找的 OK so it's pre-planned 但明显看起来不是 好 消化会有一些 这个反弹 backlash repercussion 所以果然这是他 开了玩笑得到的repercussion 蛮惨的 好 alopecia刚刚说的原型突轨剔头 autoimmune autoimmune system 自体免疫系统 bust cut可以算是 很短很短的那种平头 可以叫到bust cut 翻白眼 roll somebody's eyes roll somebody's eyes 刚刚讲的 pinkett smith roll her eyes at the comment drop the f-bomb 马张话 那我们刚说他们两个关系 好像是一个开放式关系 open relationship 那在这个事件的 马上的结束后 他看起来像是正呆了 so in the immediate aftermath of the incident Chris Rock seemed stunned 可是马上又说了 wow that was the greatest night in the history of television 很棒 discipline 纪律 所以可能会责罚他 disciplinary action 好 然后condemn是谴责 那好莱坞说了 他们不会condone violence of any form 所以任何形式的暴力 他们都不会纵容他 不会condone他 讲到这里OK了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这算是今天很大的新闻 我猜西方的社会啊 或者我可能会听到的一些podcast 或之类的 他们应该这个事情会讲 至少讲一个礼拜吧 我想 OK 如果有什么后续 我们可以再说 那如果没有的话 这件事情希望就这样子 我是Paul 我们明天见